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听闻乌山林位置偏僻 人际罕至 而且林中犹如迷宫 蜿蜒曲折 危险得很啊 肯定是燕大哥说得太夸张了 咱们走得很顺嘛 咱还是不能大意 这里的树木 越来越密 这棵树上怎会有我刻的记号 而且记号还是错的 猫大哥 我们来时错的记号不见了 我们走十几帐便留下一个记号 不可能找不到啊 看此迹象 倒像是有的人蓄意破坏 你听到什么声音没有 好 好像是男姐姐在说附近有猫灵 猫灵 我回了我了 我回不去了 好歹也是个男人嘛 怎么哭乌啼啼的 那你说是不是那猫灵 不宜把我们困在林子里的 八协王 在下魏良辰 魏先生 这位是我的舅友 人称庞野 方才我听闻这位小兄弟说要找我们理论理论 现在不妨说来听听 方才是我等多有冒犯 小孩子口无遮拦 一时戏 忘记 忘记恕罪 主尉 查出杀害司徒莫辛的凶手了吗 尚未 包公子已一日为限 许诺会将司徒莫辛的命案查得水落石出 如今你们已食言而肥 休怪阵法无情了 难不成 真是什么大人物 一个呀 这金尊玉贵的贤王 一个是全清朝野的太师 那 那是 是八贤王和庞太师 你可知晓 在民间有一桩传闻 是关于一位妇人怀胎十月 却诞下猫子的 难道是黎猫换太子呢 本王前来破灵阵 正是为了此事 难道多年前 宫中李臣妃诞下黎猫之说 是真的 传闻也不全是空穴来风 当年李臣妃的产房里 的确爆出了一只无皮的猫 事情如此蹊跷 先皇就没有怀疑过 是有人设计 他求情就是为了帮助咱们呀 说不定 人家只是为了把咱们留下来 一个个杀掉呢 我看呢 肯定是司徒莫心 利用欧十南的心意 让他为己所用 欧十南抓完毒蝎后不久 便拿着他出了门 那只毒蝎子 八成就是欧十南 抓给司徒莫心的 还有 指不定那条万灵密阁里的蛇 也和他有关 你们这些男人呀 看见女人掉个眼泪撒个娇 就相信 你们倒是不爱瞎想 你们呀 是瞎 你们怎么会来到这里 我们来此 是为了查找两双命案的线索 早在芦州之时 便见识过包拯破案的门市 今日赶巧 不如再见证一回 这只灵道十分特殊 世上仅此一致 你确定 这是你的东西 你究竟是何人 事到如今 你大可不必再隐瞒了 我本心里 多年以前 逃亡至此地 你是李晨飞 李晨飞是谁 李晨飞是朕的生母 正如李妃所说 破红魔 不正是两双命案的凶手吗 方才李妃说 破红魔 在我们闯入万雷密阁之后 这两天都在里面监视他 直到我们再次进入万雷密阁之前 才离开 所以 他没有作案时间 太后有力 皇上不可还朝 包拯等一干知情之人 亦不留活口 务必要清除干净 老夫可以不仁不义 但是不能不忠 不肖 您自有底气说这样的话 可我一介浮游 没那么多选择 既然您不做 那就莫怪我 月祖带逃了 李妃死在了浴室里 脸上还戴着这张猫脸面具 尸体在热水之中浸泡 很难判断准确的死亡时间 但李妃 是在更换蜡烛之后你死 此事之后 还有谁来过于事 那么晚了 大家应该都睡了 恳请皇上 将灵当焦玉包担 做最后一次验证 一派胡言 古阵庇护李妃数载 怎么就成了帮凶了 您还不知吧 那潜溺在万灵密阁中的妇人 根本就不是李妃 当然不是 我进浴室的时候 她已经死了 我怕自己被误认做凶手 慌乱之下 只能谎称李妃正在目的 我真的没有杀她 大事不妙 皇上失踪了 皇上怎么会突然失踪呢 皇上学莫心情 我现在特别担心 有人利用李妃的消息 故意将皇上引走 杜罗姑娘 你看见皇上去哪儿 方才我见我娘 跟着谁 去了祭坛的方向 不知那人 是不是皇上 天哪 司徒夫人 还没洗清嫌疑呢 这又故意跟着皇上出去 说不定 是又想行凶呢 各位不必紧张 你们体内毒性已退 稍些片刻 即可饱无余 清风 王爷 多年未见 别来无恙 凶手 正是皇上 大胆 保长 你不过就是破裂去撞案子 便胆敢信口赐皇 叛悟皇上 简直不知赐活 太师若是不信 不如这就去万里密閣一探究竟 故弄玄虚 方才在祭坛之时 就口口声声地攀悟皇上 既然皇上早已回宫了 又怎么可能杀害司徒夫人呢 真皇上走了 这不是还有一个假皇上吗 你们肯定弄错了 你们遇袭那天 妹妹明明在家帮母亲干活 如此说来 你没有亲眼看见她打碎花盆 对吗 没有 这种事情当然不可能让你看见 因为这一切 不过是他们联手作戏 他们一介乡野妇人 为什么要谋害皇上 相隐妇人 当年从刘太后的暗杀中逃脱 销声匿迹多年的蛇蝎杀手 竟然一直藏在破灵阵 前辈途进空几岭 住在这里 难道不会做噩梦吗 凭你说什么 休想活着走出这里 空几岭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空几岭灭族之时 她惨遭毒害 大灾之后必有大义 司徒夫人为了预盖迷章 将空几岭的族人统统毒杀 造成瘟疫灭族的假象 从此 空几岭便不复存在